HELLO 大家好 我是長安哥 這次是運動傷害第二集之膝關節特別篇 沒有看過上一部肩關節傷害的人可以點擊這邊的連結 好的 講到膝關節就要了解 膝關節是人體裡面沉重最大 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關節 與人體的活動息息相關 先簡介一下膝關節的組成 如影片所示 膝關節上有骨骨 下有頸骨及肥骨 前側則是病骨 有骨四頭肌的肌腱附著 內外側韌帶可以維持膝蓋左右方向的穩定 前後十字韌帶則可以維持前後的穩定 而夾在膝關節中的半月軟骨則可以吸收垂直力量的衝擊 減少膝關節的損害 好的 講完了最基本的膝關節解剖構造 接下來就要聊聊常見的膝關節運動傷害有哪些呢 最常見的運動傷害為過度使用膝關節所引起 例如打排球 籃球或跳高的運動員 由於過度頻繁的跳躍動作而引起韌帶的發炎 這類因為過度劇烈運動而引起的膝部症狀 治療以保守性療法為主 例如止痛 冰熱膚 物理治療 穿著護膝等等 此外 避免做這些會引起症狀的運動 而改做其他運動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第二類的膝關節的傷害為韌帶的傷害 膝關節的主要韌帶呢 為之前提過的內外側韌帶以及鼎鼎大名的前後十字韌帶 至於是哪一條韌帶會受損 則與膝關節受力的方向息息相關 據常聽到的前十字韌帶傷害為例 常見的機轉是籃球員跳躍起來 在半空中與其他球員發生了碰撞 以至於落地的時候腳沒有踩穩的造成膝關節的大力扭轉 嚴重的話甚至會造成前十字韌帶完全斷裂 可以參考這部影片 如這個影片所示 這位美式足球員盡全力往前奔跑的過程中 在腳踩地的時候 對這個膝關節產生非常大的旋轉壓力 這個旋轉壓力造成前十字韌帶的應聲斷裂 看起來就很痛啊 若到韌帶完全斷裂的程度 從手術到術後完整的復健 常常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說進行劇烈運動的時候真的是不可不慎 第三類常見的膝關節傷害則為半月板的破裂 常見的機轉是由於膝關節突然強力的外翻或內翻 外旋或內旋 時常需要半蹲的工人或是運動員也較容易發生 治療方式則要看半月板受損的狀況 如果是較輕微可以自行修復的話 那以保守性療法為主 如果是較嚴重者則會需要關節進手術的幫忙 接著第四類常見的運動傷害為 病骨以及骨骨肩的關節異常 這類傷害常常發生在病骨壓力過大的時候 例如突然跪下而病骨遭到撞擊 或是青少年時期因為骨頭的生長速度比軟組之快 造成病骨的韌帶繃緊而提高了病骨的壓力 再來骨四頭肌的拉傷也會造成骨四頭肌纖維收縮而提高病骨的壓力 治療方面則會隨著受傷的機轉而不同 例如避免跳躍、止痛、物理治療、復健、穿著護具等等 如果保守治療無效則會考慮開刀 最後總結一下膝蓋的構造十分精細巧妙 任何一個構造的損傷都可能造成極大的不適 如果要預防膝關節的運動傷害 運動前的暖身以及避免做出那些會導致膝關節受傷的動作 都是很重要的 一旦膝關節受傷則要儘快就醫 讓骨科醫師做詳細的檢查 必要的時候骨科醫師也會使用關節鏡 對關節內的構造進行直接的肉眼評估 只要早期診斷、早期治療與早期復健 幾乎都可以得到理想的成果 我是桑桑哥 想知道更多醫學知識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分享影片讓更多人知道 膝關節運動傷害的知識囉 我們下回見 掰掰